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是大运风光落幕,令许多外国选手留下深刻印象。 一名葡萄牙选手迂回国签系在桃园国际机场达卡表示,虽然你们被叫做中华台北,但我们都知道你们永远叫台湾,令许多网友纷纷留言,感动得到出感谢。 葡萄牙选手李卡多,Ricardo and Ido,来台参赛期间,在IG上发了多张照片,从事大运开场的表演,在场边观看比赛等,都看得出李卡多享受其中。 台湾网友也纷纷以英文留言道谢,谢谢你称我们为台湾,而不是中华台北,并欢迎李卡多能再次回到台湾。